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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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时有充分的时间和位置去选择拍手 一条公路 一棵树 一株小沙丘 一块石头 一片蓝云 都是我们创作的一些题材和元素 上述讲的都是在人少的时候拍照的最佳选择 人少的地方拍出来的效果显得有时候会很神秘寂静 有画面感和代物感 一条公路沿选择而去取取折折可以引发受众对前方的一种狭想 从下往上拍一棵树的树的树干或树冠时 容易来能感受到植物生命里的生命力和一种估计 拍摄一片隔壁滩时 从大地的视角平行拍摄 会有一种厚重沉净的气息 在初步学会里拍后 就可以用手机上简单的滤镜和修图工具 对照片进行后期的修剪和完善 藏气的天气晴朗而文朗 自然的风景以树色调和碱色调为主 那么就可以用暗色调的黑白或是复古滤镜 加以修饰 这样照片中的景物会显得空旷寂静 却有一种神秘的年代感 而如果拍摄景物较为热闹繁华 色彩较为艳丽 就可以用一种清新一些的日系滤镜 还可以适当地增加照片的对比度和色彩的保护度 这样的照片会显得更加鲜亮有格调 另外还可以用简单的检查工具 剪掉照片中一些不满意的一些元素 使照片主题更加突出更加明确 但是手机修图时不可对照片进行过度的调色修剪 知识观看者不能从照片中分辨出拍摄时的这种意图 也不能将亮度或者宝和度过度的夸张 那么有可能是照片失去真实感 色彩就变得对比度比较大 手机拍摄带给我们更多的便捷 同时也带给我们了更多无限的可能 旅行拍摄更应该说这样 贴近自然贴近生活 才能拍摄出更好令人精态的图片 感谢观看